接下来看到新北连续发生了两起的枪击案件 现在绿营是见烈欣喜 就把责任推到了侯友宜的身上 来音直言说这陈建仁跟林又昌 难道你是在看好戏吗 接下来更多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佑 国会大现场我们这一节邀请到了立委赖世保 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是大早安 我们来看到这个新北在最近就连续发生了两起枪击案 当然这件事情新北市府固然负 必须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这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央政府的首长 行政院长陈建仁 然后还有这个内政部长林又昌 好像整起事件 看到来音的执政县市发生枪击案 就见烈欣喜 跟他们无关完全都在看好戏 不要忘记 这个警政是一条边 那这个案件是属于刑事案件 最高要处理叫刑事警察局 这个属于警政署的 所以治安败坏 治安如果有问题 地方跟中央都要一起来扛 不要忘了当初苏贞昌当院长的时候 对台南市的一些枪击案件 他就扛起责任 我觉得陈建仁要学学苏贞昌 不能够说一堆二百五 见烈欣喜 认为侯友宇现在可能是蓝军的一个中央候选人 就借机打侯 这个是大可不必 因为毕竟在警察局的人事上面来看的话 之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就有特别提到 警察人事的部分 因为行政院长也会有领选 然后内政部这边也必须要有责任 所以治安败坏 行政院内政部都必须要有责任 这个是徐国勇讲的 然后结果现在林友昌一个说自有公平 一个成绩人说新北要负责 就把责任都推到侯友宇身上都甩锅了 没有错 他们就急着甩锅 那这个东西就是进行政治操作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你可以看得到当初 苏生昌跟徐国勇 他们两个不合警政署长的任命 就是由苏生昌来拍板 内政部长基本上无权自会 所以那时候苏生昌跟徐国勇 非常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可见的上到警政署长 然后吓到这个地方政府的警察局长 其实中央都有责任的 治安有问题 要中央地方一起来扛 不能够随便就这样子甩锅 这个太不道德了 对 我们也可以再看到 今天内政部长林友昌又在回应 毕竟他之前说 那个侯友宇人在新加坡 这件事情自有公平 他今天就说 这就好像台风天一样 发生台风的时候 请问这个地方首长 到底是觉得国内的议题比较重要 还是国外的访问比较重要 那这个说法就被解读说 难道你觉得侯友宇这次表现不及格吗 然后林友昌就赶快反驳 我没有这样子 我没有这个意思 林友昌当内政部长 我咨询过一两次 我觉得他常常都这样花讲一半 然后事实上他就是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纯粹就是政治语言比较多 实质上来讲的话 他不敢回答得很清楚 因为他知道政治的一个动作更加的重要 所以他这些的语言都是政治动作 借机打猴 说你在这个治安出问题的时候 人在国外 那你是不是要回来 类似这个样子 其实他去新加坡也没有几天 那事实上来说的话 要处理中央的责任 你有没有扛起来 这个老百姓会去问的 对啊 所以这个林友昌 虽然说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合作 我打猴才是我的第一要务 毕竟过去台南八十八枪枪击案 陶渊发生青浦债 你们行政院从来没有说过 地方政府要扛责 对啊 对啊 这个就可以看得到 在苏贞昌时代 苏贞昌一肩挑起 曾经人这么一推二百五 一推侯友宜 这是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委员的把握时间 谢谢 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现在自然败坏 那当然我们就看到 有关于陈建仁 甚至是林友昌 把这个责任 毕竟侯友宜可能就是 蓝营接下来要选总统的参选人 所以就赶快把这些责任 都推到新北地方政府 但问题是这些警察局长的人事的任命之后 这不就是跟你行政院有关系 不就跟你内政部有关系吗 那你现在全部都把锅都甩给地方的话 那请问一下警政一条边 这件事情是不是陈建仁和林友昌 根本都一无所惜呢 以上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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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